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和法师 诸位同修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请先开三十系列 第五十页 倒数第二行 从最后一句看起 我们先把文念一段 当之 生 自圆生 而法性 不与圆聚生 灭 自圆灭 而法性 不与圆聚灭 所以云 法性 湛染 是为 生而 无生 这也 好 先看 这一段 中风国师 在 这一大段的 开示之中 主要是 为我们说明 生 与无生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或者 我们换个说法 宇宙人生的 事实真相 跟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 生灭的现象 是什么关系 也就是说 生相 生灭的现象 之前面说的生 生折 就是生灭的现象 跟不生灭的本体 是怎么一回事 这一大段的开始 都是在 反复说明 这个问题 当之 我们应当 要认识到 生 自 原生 我们眼前 看到的 宇宙万法 这个生灭的 假象 它不是真的 怎么知道不是真的呢 有生有灭 这就不是真的 这个生灭 就是我们常说的 远 聚了 这个现象就生了 原善 这个现象 好像灭了 所以 都是自 原生 又从 原灭 那么 佛门同修 常常 会听到 这样的说法 说 缘起 信空 了不可得 也可以 帮助我们 理解 而 不生 不灭的 法性 之体 不会随着 这个现象 而生命 我们 还是用 比喻 来说明 好比 我们看电视 电视里面的画面 有生灭 电视屏幕 是没有生灭的 它永远就是那样 电视里面 演的节目不一样 可是那个屏幕 永远不受影响 这就好比 法性之体 暂然常住 不生 不灭 是为 生而 无生 这也 这是从 事实真相上 为我们说明 我们如果 在这个地方 多少 体会到 一点 就知道 我们眼前 所 接触到的 就是六根 所接触到的 宇宙万法 用金刚经的 话讲 一切 有违法 如梦幻 泡影 如露 亦如电 我们这样 去 观照 就能慢慢 契入 此地 所说的 生而 无生 这夜 当然 这个境界 不太容易 入进去 可是 我们常常听闻 对我们 修行 有很大帮助 常常用这样的 教诲 来提醒 对于眼前的 很多遭遇 就会看得淡一些 眼前我们遭遇到 好的 要知道 远距而生 不要太过得意 忽然这个好事 没有了 又遭遇到不好的 也不要过于 悲爱 不要悲痛 什么缘故呢 远距而生 缘善 它又灭了 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们就真的 能够看得破 否则的话呢 迷在这个其中 就会旺盛很多烦恼 这是下面说了 无声而生止 众生迷忘入心 今夜成果 虚受轮转 望见生命 与法性体上 如镜现象 四处随四 无声而生者 原本事实的真相 是无声 而我们现在 却认定有生灭 而且把这些生灭的 当作是真的 什么缘故呢 迷了 众生迷忘入心 这就好比 看电视的时候 不知道 那个电视画面 是假的 我们把它当真了 我们的情绪 还会随着剧情 而起伏 在里面 产生很大变化 那么在我们 现前生活中 也正是这样 我们把一切遭遇 都当作是真的 把现实生活的一切 都看作是真的 在这个里面 基业 就是造业 迷了 迷了起烦恼 烦恼起作用 在生活中 就造业 造业成果 那就要受报 这个报呢 就是痛苦 虚受轮转 就是六道轮回 我们把六道轮回 缩小 在我们眼前 就是没完没了的烦恼 没完没了的痛苦 就是这样 在循环 这个原因 就是一念不绝 望见生灭 这个生灭的像是假的 但是我们把它当真了 问题就出在此地 下面再用一个比喻 与法性体上 如镜现象 法性之体 就是事实真相 是什么呢 像一面镜子一样 那个镜面 是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的 可是它里面 现很多像 有好的 有不好的 虽然现很多像 镜面 不受干扰 是猪 随是 又像水晶猪一样 现在我们 很容易看到 这一种水晶猪 有时候玻璃球 都可以用来比喻 这个猪质 它没有颜色 是清净不染的 可是外面物体的颜色 会反射到 这个猪质里面 在这一种情况下 我们会造成错觉 认为 这个猪质是什么颜色 其实呢 猪质没有颜色 它是透明的 可是我们认定 这是黄色的 过来一会 又变成红色了 于是 就起了分别执着 在这个里面呢 产生好恶 忘记了 这个猪质 本来是清净的 这个镜面 本来是不染的 这比喻我们的心性啊 本来是清净不染的 心性清净不染 也就是 法性之体 清净不染 说法不一样 意思是一样的 下面再一次提醒我们 当之 静光本静 诸体绝衡 物静护章 不为四相 比四相之去来 有业果之奄然也 静光本静 就是静面 是清净不染的 这个水晶珠啊 也是没有任何生命痕迹 没有任何摄像的 但是 摄像可以在其中映现 这就好比啊 这个电视屏幕 屏幕是干干净净 什么画面都没有 但是并不妨碍所有的节目都在这个屏幕上显现出来 虽然显现出来屏幕还是干干净净的 那个显现出来会变的是生灭的像 能显现的屏幕是不生灭的体 那个不生灭的屏幕是真的 生灭的现象 也就是里面放的那些节目 是假的 是虚幻的 我们从这个地方去理解 就知道 这并不矛盾 用这两个比喻 反复为我们说明 生灭与不生灭 实际上是同时的 比色相之去来 有业果之焉然也 我们看到镜面所现的色相 水晶珠里面的色相 像真的一样 焉然啊 就是摆在我们眼前 看得清清楚楚 跟真的一模一样 这就好比我们现前 造业受报 轮转生时 我们也感觉这一切都是真的 其实啊 这一切也都是一个幻想 只不过 我们现在 还无法 彻底认识到这一点 这没关系 先多听听 听久了 慢慢会体悟到 下面这是诸佛的境界 过 诸佛于焉然生灭中 伪见无声 诸佛如来 在这一切生灭的现象中 他不执着 就像看戏一样 我们把戏当真了 诸佛如来啊 很清楚 这一场戏 从头到尾 都是虚妄的 虽然里面有喜怒哀乐 又有生灭 有种种变化 荡体即空 了不可得 从头到尾 都是假的 所以诸佛在这个里面 伪见无声 就是诸佛看到的 是不生灭的体 而我们众生呢 与焉然无声中 伪见生命 我们在这个屏幕上 忘记了 这是屏幕 只看到里面的画面 看到里面演的剧情 忘记了 剧情是假的 屏幕才是真的 这只是个比喻啊 大家可不要想 看屏幕有什么意思啊 那么无聊 要看电视嘛 肯定是看节目了 这是个比喻 我们要从中去体悟 我们现在 用这个忘心 所接触到外面这一切 虚妄的现象 这就好比是什么呢 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 用这个情绪的心 去看那些画面 而忘记呀 我们这个心呢 可以不受干扰的 它是清净不染的 在这个时候 会看到 那个画面的体 就是屏幕 是不生不灭 如如不动的 在这个里面 差别 差别 就是迷雾 至于迷雾 之有差 所以至限量 之不一 限量 我们换个说法 就是感受 因为迷雾不同 所以感受不一样 诸佛如来 在这些境界当中 我们说感受 这是不得已讲的 诸佛如来 不是像我们想象 还有什么感受 但我们呢 在这个里面 有感受 是真的 什么感受呢 就是喜怒哀乐 情绪的起伏 那要细说 就是太多太多的烦恼 为什么会生起 这么多的烦恼 情绪起伏这么大 迷了 把这些境界当真了 诸佛如来 在这个里面 清清楚楚的明了 这个不是真的 这是虚妄的 换一句话说 我们看到的境界 可能是同一桩事情 但是迷雾不同 感受就不一样 如果我们具体一点讲 就好比 我们现在也在过生活 诸佛如来 也跟我们一样 在过生活 而我们在生活当中 就会生起 很多痛苦烦恼的想法 诸佛如来 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他没有 没这些 痛苦烦恼的想法 这历史很简单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跟大家在一起 佛的限量 那就是长几光净土 是不生不灭的 感受呢 如果我们一定要说感受的话 就是清净不然的 用佛法常讲的话 就反而喜充满 我们现在恰好相反 烦恼充满 说充满啊 都有点客气了 都有要慢出来的样子 每天我们这个心中的烦恼 都成不下 感受不一样 但是生活 在这一个世界 像世间牟尼佛 当年 生活在印度啊 是不是印度比我们这边特别好呢 印度那边也有很多凡夫 也有很多人照样天天生烦恼 就是天天跟在佛身边的人 也是照样天天生烦恼 什么缘故呢 限量不易 感受不一样 比如说佛看待这个境界 是清净的 我们看待这个境界呢 就要分别 一定要分出个好丑 然后好的呢 就很喜欢 丑的呢 就很讨厌 这就叫执着了 更进一步啊 好的 我要跟他搞好关系 我要去占有 那个讨厌的呢 最好离他远一点 不要理会他 于是 我们就人为制造烦恼 这个感受不是外面来的 是我们愿意这样去做的 那么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要把这一种开示啊 运用起来 这个受用是很现实的 这也就是楞严经上说的 若能转悟这痛如来 在境界之中 不被生灭的现象所转 这个心 能做得了主 这就跟佛一样 同佛受用 虽然还没成佛 多少能体会到一点 但这个 是需要下点功夫去学的 不太容易 虽然我们常常听 真正去做的时候 真不太容易 实乃生无自信 无生亦无自信 物者生灭皆无生 弥者无生皆生灭 所以离此别无 实乃一体而异明也 这个话说到底了 生亦无生只是假明 事情是同一段事情 就是在奄然生灭中 就是在我们眼前看到的 这么多生灭现象的当下 就是无生 这个话用金刚经上的经文来说 若见诸相飞相 几见如来 就是在一切生灭现象中 忽然悟到 原来这些相 它是不生灭的 而这个生灭呢 是我们 一念不觉 产生的幻觉 看走了眼 真相呢 真相是不生不灭 这就在一念之间 转过来 那么就变成了无生 不过这个境界 可真不容易 经常常说 无生乏人 就是这个境界 什么人才能彻底 误入呢 最低标准啊 原教出注菩萨 这是最低标准 往上面提升 可能要到地上大菩萨 七地菩萨的无生乏人 那个是准确的无生乏人 也就是说 无生乏人的境界 它已经有相当透彻的体悟了 而原初注菩呢 刚刚砌入这个境界 那么我们现在呢 是刚刚听说这个境界 虽然听了很多遍 也是刚刚听说 不过多听一些 有好处 熏习 我们可以常常 想一想啊 这些比喻 用这些比喻 来提醒我们 像金刚经上说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营 这都是很好的提醒 晚上睡觉之前 这样提醒一遍 一切有违法 今天一天如梦幻泡营 那么今天有什么烦心的事呢 睡觉之前可以释怀了 千万别带着烦恼 去找周公啊 晚上睡觉也睡不好 每天这样提醒 总有一天 会误入这个境界 纵然眼前不能误入 这个将来肯定有用处 大家可不要想到 到极乐世界还要学吗 到极乐世界就是学这个的 如果大家没忘记啊 再想一想 我们为什么要往生啊 九片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 悟无声 不就是要悟这个境界吗 所以说到底 我们学佛啊 就是透彻明了 这一桩事情 所以中风国师啊 是不厌其烦来为我们开讨 这是先给我们提个醒 让我们知道 有这么一桩事情 后面呢 还会啊 用另外的方法 再为我们开讨 我们每听一遍 都可以啊 加深印象 甚如是 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净土即此方 此方即净土 其非迷雾之自输 何有甚反而彼此 这一段是直接了当 这用中文的话讲 真的是直指人心 神如是 果然我们认识到了 这个真相啊 就给我们揭露出来 从正报上说 阿弥陀佛 即是我心 这个话 我们最好 要直下承担 就是这个地方 不要谦虚啊 平常别的地方 可以谦虚 这地方不能谦虚啊 要当仁不让 这是我们的本来面目 我心 我们每一个人的 真心本性 即是阿弥陀佛 我们不要一听到阿弥陀佛 就想到 西方极乐世界 那一尊佛 那一尊佛叫阿弥陀佛 我们的自信 也叫阿弥陀佛 从字面上看 阿弥陀佛 翻译成无量诀 这没错吧 我们自信是无量诀的 所以自信 即是阿弥陀佛 那么具体而论呢 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一尊佛 也是我们自信所限的 并不是离开自信之外 另外还有个阿弥陀佛 所以这一点 我们要常常提醒 那个阿弥陀佛 在我心里 不要忘掉 那么我们念佛 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常常念佛 念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这样说已经隔了一层 念佛的真正意识 就是提醒我们 不要忘掉自己是谁 就是不要忘掉 我们本来是谁啊 现在呢 现在忘了 虽然天天这么说 还是忘了 如果走出去问大家是谁啊 我们肯定报上名来 张三李氏 肯定不会想到 我原来是阿弥陀佛 现在呢 沦落到这个地步 还把这个沦落 当成了自己 这岂不是冤枉吗 这个话 佛在法华经上 用了很长的一个故事 来为我们做说明 一个贫穷的孩子 很小的时候 流落到外面 以后啊 长大了 到处流浪 又流浪回了家乡 结果 他的父亲啊 远远看到了 知道这是自己的孩子 自己这么多的家产 将来要有他继承 就想啊 用一种善巧方便 认他 把他接回来 继承这个家产 他也知道 如果直截了当 认他 他肯定啊 无法接受 我是个要贩的 这么大的家业 怎么可能是我的呢 不敢直下腾到 最后 这个大长者 用种种方便 才把这个事实真相 让他认识到 就是说 这个家产是你的 本来就是你的 我们现在的情况啊 就是这样 此地说呢 阿弥陀佛 就是我心 我们不能忘记 我们的真心本性 就是阿弥陀佛 那么天天虐佛呢 就是天天提醒 不要忘掉 我是谁 的确是这样 现在我们可能体会不到 等到有一天啊 我们这句佛号 念到与心性 完全相应了 用夏连居老居士 说的一句话 我们会忽然发现 念到最后 不是在念别人 原来弥陀 念弥陀 原来是自己 念自己啊 但现在 可能还不太容易体会 不过没关系 先让我们知道 有这么一桩事情 这是从正报说 阿弥陀佛 即是我心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是一 不是二 从一报上来说呢 净土即此方 净土是法性土 法性土是不生不灭的 正性的 这就是用前面所说的 生灭与不生灭 同时存在 那么明了这个真相呢 就知道净土在哪里 就在当下 就在新加坡啊 就是极乐世界 就在新加坡 没有离开 此方即净土 但 我们现在 还真的体会不到 像刚才说的 说我们是阿弥陀佛 体会不到 说这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 同样体会不到 这需要有前面的 前提 就是认识到 无生的真相 才能去接受这个事实 否则的话 我们也会像那个贫穷的孩子 不敢认自己的家 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发愿 到极乐世界去 也会感觉 哎呀我去了 能分一朵莲花就不错了 我们大概会这么想 分一朵莲花 那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给我一栋房子 我就很自主了 大概会这么想啊 这么想 还不够 那要怎么想啊 这里告诉我们了 阿弥陀佛 是我们自己啊 那么极乐世界呢 全体 就是自己 本有家争 整个极乐世界 都是我的 不是只有那一朵莲花而已啊 不仅仅说极乐世界 是我心中本有之物 乃至十方 一切刹土 也不出我们心性之外 这个就是偶艺大师在要解 一开端 为我们指出来的 不仅仅说极乐世界 乃至十方 虚空 微尘国土 都是我 心中所限物 那么现在 我们只不过是 把他迷失了 忘记了这一桩事情 那么在此地啊 再一次提醒我们 那么我们听到这个地方啊 可以得到一点启发 就是阿弥陀佛 跟我们的关系 很密切 极乐世界呢 离我们不远 因此往生之事 大家说 还需要再说能不能吗 就没这个必要了 自己的家 请问大家能不能回去啊 问这个话就有些多余了 除非是自己真的 昏迷不醒了 还在迷惑状态下 不知道自己家 不认识了 如果我们听到这个地方 忽然体会到 原来极乐世界是我家 阿弥陀佛是自己人 那么往生这一桩事情 都不用谈能不能了 是肯定的事情 首先要升起这样坚定的信心 那么偶尔大师啊 在信心当中讲六信 把这个是放在主要位置的 首先要认识到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都不出 我一念信心 既然是我心中本有 怎么会不能往生呢 这是肯定的 所以中风国师啊 前面绕这么一个大弯子 最后啊 就是告诉我们 这一桩事情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跟我们的关系 太密切了 现在虽然认识不到 没关系 至少我们听说了 这个里面只有迷雾的不同 没有因圣凡而产生的差别 虽然我们现在认为 这些是凡夫 可是阿弥陀佛并没有这样看我们 这个要知道 阿弥陀佛看我们啊 还是佛 这个话我们可能不太容易理解 因为阿弥陀佛是佛啊 是正常人 正常人看那个喝醉的人 也是正常人 他只不过喝醉了 阿弥陀佛 绝不因为我们暂时的迷惑 而轻视我们 而忽略我们的存在 因此我们不要把自己看清 有很多同修啊 常常会有自卑心理 说我业障很重啊 烦恼很重啊 阿弥陀佛会不会嫌弃我啊 我这样的人会不会往生啊 这样的想法 那真叫业障 本来还没这么重 这么一想 业障加业障 这一种心理本身就是业障 有业障是客观的 要不然我们怎么叫凡夫呢 但是我们不要抱着 这个业障的想法去想佛 想佛可能会嫌弃我吧 这一念心升起 老实话就棒佛了 佛心平等 怎么可能会嫌弃任何一个众生呢 我们怎么可以用这样的凡夫之心 去测量佛菩萨的境界呢 佛在任何情况下 绝不会嫌弃任何一个乃至恶力众生 因此我们不要自暴自弃 有业障 我可以忏悔 我觉得我很差劲 我可以啊 勇猛精进的改变自己 只要我肯用功 佛那一边绝对没有问题 乃至无利十恶 佛尚且不舍弃 何况我们现在 无利十恶应该还没造权 也就是纵然有业障 也不至于要重到这个程度 再退一步讲 纵然是重到这个程度 佛也没有舍弃过我们 也没有对我们有另外一个看法 依然是念念不舍 在等着我们回头 只要我们肯回头 哪怕是最后一刻回头 佛都不舍弃 我们还有理由 再想别的吗 所以真正认识到之后 才知道 真的 不要因圣凡 这样的差别 而把自己 聚于门外 认为我是个凡夫 我是个恶业深重之人 我可能无法 进入圣贤的领域 往生极乐世界 不能这么想 在这个地方 分彼此 就有些多余了 刚才才说过 阿弥陀佛就是自己人 还需要分什么彼此呢 所以说到这里 这是把这个事情说透了 告诉我们 净土是家园 弥陀是自信 乃至现前众等 以自信阿弥陀 于大众舌根 普通运转根本法轮 诸人还伪希墨 果然明了之后 那就应该认识到 现前就是参与这个法事的大众 大家认识到之后 我们现在再参与这个法事 再提起这句佛号 感觉就不一样 以前感觉 阿弥陀佛是外面的 我念念把它念来 现在要知道 不是外面的 是我们自信的 不是把它念来 而是念念把它唤醒 把自己唤醒 所以外面的会隔了一层 所以本来就是我们自信了 这就非常亲切了 以自信阿弥陀 于大众舌根 大众舌根就是我们现在 能念佛的 这个六根当中的舌根 因为我们口念佛 比较明显 这是一种唤醒自信的方便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唤醒自信 从自信 自自拒绝 生出阿弥陀佛 普通 大家一起 运转 根本法轮 这个根本法轮 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就是前面说的 这一大番道理 这是根本法轮 佛法 根本问题 另外一个意思 直接了当 这个根本法轮 就是这一句 阿弥陀佛 怎么运转呢 就是一遍又一遍地念 就是这么转 大家一起转 这个地方叫大转法轮 最胜法轮 诸人欢韦希莫 请问大家 在这个地方 还有什么不明了的吗 这是反问的话 就是对于前面所讲的 这些道理 这些境界 大家是不是明了呢 还有哪些地方不明了呢 让大家 做一个反省 对于 大师前面这一番开示 领悟多少 后面则用一首寄送做总结 生灭无声 生不生 乐邦哪肯 尽人行 谁知万丈 红尘离 旱旦花开 月正明 这个意思啊 就是前面所讲的 第一句 第一句 总结 生灭 与无声 实际上是一桩事情 生灭与不 生灭 同时存在 当然这个话呢 就不能再细说了 越说啊 我们可能会觉得 越糊涂 这需要用心去体悟 乐邦哪肯 尽人行 这具体道 极乐世界了 就像前面说 净土即此方 弥陀即我心 那么这样说来 极乐世界 怎么可能会拒绝我呢 那极乐世界在我心中 哪有我心的净土 拒绝我往生的道理呢 就是说 我家我要回家 哪有我家人 拒绝我回家呢 这个肯定是讲不通的 所以肯定啊 保证我们 个个有份 这一句话就是说 往生有份 人人有份 谁指万丈红尘礼 这更进一步说 假如我们能够 当下体悟到 直下承当的话 这个往生啊 就不待以后了 甚至明天都不用等 就是现在 万丈红尘 比喻 我们现前生活的 物着恶事 滚滚尘牢 我们在这个里面生活 但是 因为我们认识到 生命中 有无声的真相 认识到净土及此方 认识到我心及阿弥陀佛 于是 莲花开了 寒淡就是莲花 就是极乐世界的莲花 现在 就开在我的心中 我们可能觉得 这是个比喻 这不是比喻 这地方说的是真的 就是果然我们现在 就体悟到了 极乐世界的莲花 就开在当下 我们现在 步步就踏在莲花之上 这是真的 虽然现在我们这个肉身 还在缩破国土 我们已经生在极乐世界 如果这样说 大家不好懂 我讲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净土中 有一位祖师 莲宗三祖 成员大师 这一位祖师 大家可能比较少听说 成员大师 当年在南越恒山 行波州三昧 就是念佛 非常精进 他在这边念佛 施主 法造大师 有一次在禅定之中 到极乐世界去了 到极乐世界之后 他拜阿弥陀佛 你拜阿弥陀佛的时候 就看到 阿弥陀佛旁边 有一个侍者 站在阿弥陀佛旁边 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在阿弥陀佛旁边做侍者 而这个侍者呢 像比丘下 穿的袈裟破破烂烂的 这个法造大师 就有一些不理解 那么佛就告诉他 说他就是现在 在恒山修行的成员大师 他人还在说佛世界 还在南越恒山 还在那边念佛 可是呢 极乐世界同时 他也在 侍奉阿弥陀佛 在阿弥陀佛旁边 他的莲花已经开了 而且啊 已经见佛 跟佛都那么近了 这个法造大师 看到这个情景 觉得不可思议 出顶之后啊 就特别跑去恒山 去看 果然不错 发现成员大师 还在那边 尽见佛 人还在这个地方 可是他的莲花 已经开在极乐世界 而这个时候 我们要知道 我们这样说 开在极乐世界 实际上呢 在成员大师的境界中 就是万丈红尘礼 寒淡花正开 不是两个地方 那真的就是 净土于此方 不二了 弥陀于至心 不二了 因此啊 他才会与 阿弥陀佛那么近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所以这绝不是比喻啊 不过对我们今天来讲 好像是个比喻 我们今天在红尘之中 能够保持这个念佛的心 相续不断 我们这个小小的荷花 不要枯萎 就不错了 极乐世界那朵莲花 就是我们这个心去培养的 所以说啊 这个花就是开在红尘之中的 乐正明啊 这是比喻什么呢 前面无声的境界啊 真正正得了 像朗乐当空一样 经常常常用乐来比喻 渐性的境界 乐正明那不正是说 勿无声乏忍啊 当然在现前 我们不太容易完全做到 可是 我们现在可以啊 去争取 在我们现前生死烦恼之中 就是现前的生活中 要能够把念佛之心 常常提起 不要迷 说不要迷呢 还是不小心会迷 要常常提醒 希望我们这一念心呢 能够常常觉悟 这个心中的花呢 我们要常常去给它灌溉 否则的话 那真的慢慢会枯萎 这是总结这一段开示 落实在念佛 与往生的事情上 好 再往后面看 翻过念佛 跟普贤菩萨十大愿王 和这个佛宝战翻过来 佛宝战后面这一段开示 人人愤赏 本有弥陀 各个心中众为净土 了则偷偷见佛 勿来步步细放 这个说得非常亲切 人人愤赏 每个人都有愤 本有弥陀啊 阿弥陀佛不是外面的 阿弥陀佛就是我们自己 各个心中众为净土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净土 这样说好懂 我们现在只需要常常提起关照 不要忘记就好 这样念佛由被动变成主动了 一般念佛都会想的 要念阿弥陀佛 念西方极乐世界那一阵佛 不要把它忘掉 我要忘掉他 他将来就忘掉我不来接我了 现在呢 更进一步 认识到 原来呀 那个佛不是别人 那佛就是我们自己呀 是我们自家人 原来关系这么亲切 我就不能在 那么见外了 不能够把它忘掉了 要把它放在心中第一个最重要的位置 我们现在很多人呢 都用手提电话 电话里面通讯录 都有很多名片 熟悉的人放在前面 不熟悉的人放在后面 以后啊 要把阿弥陀佛放在第一个 这是心中的电话波 头一个想起 就是阿弥陀佛 他不是别人 是自己人 净土也不是外面的 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本有的 要常常这样提醒自己 了知头头见佛 真正明了了就知道 头头见佛 一切时一切处 阿弥陀佛都在 我心是阿弥陀佛 他心也是阿弥陀佛 这个要知道 我们可不要想到 只有我心是 他们都不是 这还没有彻底认识到 阿弥陀佛 我心是 一切众生 都是 我是阿弥陀佛 一切众生呢 也不例外 通通通通都是阿弥陀佛 真正明了 这个真相呢 在回过头来 看眼前的云云众生 看法不一样 那是什么看法呢 我们套一句 弥陀经上的话讲 皆是阿弥陀佛 欲令法音宣流 变化 所作 就是眼前看上去 这一些众生 都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变了 我们相信阿弥陀佛 有不可思议的威德 神力吧 那么极乐世界 可以变那么多鸟 好说法 我们可以相信 我们眼前的这一些 又何尝不是呢 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 我这样说有根据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说过 这一切都是心性变化的 心性即是阿弥陀佛 难道有错吗 所以这一切都是阿弥陀佛 变化所作 它的体就是阿弥陀佛 这一念认识到了 从今而后 再来看一切众生 会慢慢养成一种习惯 看一切众生 跟阿弥陀佛差不多 只是长的样子差一点 从此以外呢 差不了多少 一切众生 那个体也是阿弥陀佛 那么这样说呢 对我们念佛人 有很大帮助 我们平常念佛 在念佛堂 天天见阿弥陀佛 感觉很舒服 一出念佛堂呢 就感觉很烦恼 什么缘故呢 因为一出念佛堂 见不到阿弥陀佛了 现在呢 我们要养成一种习惯 阿弥陀佛不仅在念佛堂 外面也是 满世界都是 随便抓出来一个 都是阿弥陀佛 绝对不比念佛堂里面差多少 有这样的习惯 慢慢就会把那一种分别的心 给取消 这就叫头头见佛了 一不小心就破到一尊佛 这有助于我们念佛 打成一片 一切是一切处 佛念提起 物来步步西方 意思是一样的 西方这是讲一报 正报呢 就是我们天天看到的 每个人 每个众生要这样想 想什么呢 都是阿弥陀佛 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 纵然这个人 他是个凡夫 我也要这样去看 为什么呢 对我有好处 可以保持我的佛念 佛心不间断 这个好处 对我们修行人来讲 太大了 那么我们在历代 很多传记中 常常看到 祝佛菩萨 硬化在世间 常常用凡夫的身份 为什么要这样视线 有很多人说 他为什么不限一个佛身 限个菩萨身 那要我们更容易 升起信心啊 没错 我们信心是升起了 而分别心 也会加重了 因为这个缘故 佛菩萨常常 以凡夫的身份 来到世界 跟大家生活在一起 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没感觉到 他有什么差别 跟凡夫一样 一旦离开了 他忽然想到 哎呀 这个不是一般人 是佛菩萨 哎呀 早知道我当时 对他多恭敬一点了 来不及了 这就是教我们 培养一种平等心 不管学哪一个法门 这一种心呢 是需要培养的 因为佛心 就是平等心 虽然我们无法 完全做到 但不能说做不到 我就不学了 是需要学的 学一点 得一点受用 完全学到 那念佛就像此地说 偷偷见佛 步步西方 这是证实的 我以前啊 看到过 古印度 无助菩萨 在修行的过程中 自己 求见弥勒菩萨的 一段经历 无助菩萨 修慈心三昧 修弥勒法门 慈心三昧 要见弥勒菩萨 请弥勒菩萨 做印证 于是啊 他就到深山里面 去苦修 闭关 这一注就是三年 不能说不用功 三年过后啊 一点感应都没有 弥勒菩萨 影子也没看到 他很失望 就想啊 我可能用功不对了 古人有这个好处 就是一旦发现 自己用功啊 没有出货 没有成就 会反省 会调整 用功真不对了 那再怎么用功 也的确 不会有成就 所以他就想了 可能是我 修行方法 不对了 我要出去掺学 于是就下山 走到山脚下呢 看到一个老婆婆 这个老婆婆呢 拿着 一块大石头 在那边磨 在一个大石板上磨 无助菩萨看到就很好奇 就问了 老人家 你在干什么呢 这个老婆婆就说了这样一段话 说我女儿明天出嫁 我要磨绣花针 给她缝衣服 做嫁妆 无助菩萨听到就很可笑 你女儿明天都出嫁了 这块石头还这么大 等你磨完了 你女儿可能孩子都生出来了 当然这个话呢 菩萨没这么说 但是菩萨看到这个情况 就觉得不可理解 是什么可能呢 所以就不以为然 老婆婆就接着说了 说那我不管 也就是说她出嫁不出嫁 我不管 我只要功夫身 肯定能把真磨出来 这一句话提醒了无助菩萨 无助菩萨悟性很高 马上就领悟到 这个事件可能是在告诉我 我的功夫还不到 我太着急了 于是回去 接着修 这回去之后 又住了三年 据说这中间有好几个三年 最后一次下山 这一次是真的受不了了 感觉也用功这么多年 怎么迷了菩萨还不献个神 没个影子 实在是无聊 最后一次下山 这一次下山呢 又遇到一桩 特别的事情 奇遇啊 遇到菩萨了 走到山脚下 远远就闻到一股恶臭的味道 那个臭气熏天 很难闻 走近一看呢 是一条母狗 在旁边 那个臭味从那个狗肚子那边 散发出来了 那个狗肚子上长了一个浓包 浓疮啊 腐烂啊 那个臭味就是从那来的 无助菩萨看到之后啊 心生怜悯 就想啊 狗啊狗啊 谁让你是条狗呢 假如你是个人啊 我会帮你治一治 因为无助菩萨 据说他在出家前 学过医 而且对这种病 他还有秘方 怎么治呢 就是用自己的嘴巴去吸 那个笼包里面的毒 把毒全部吸出来 这个病就好了 他就想啊 我总不能抱着一条狗去吸吧 哎呀这个太不好意思了 想一想 就走开了 走着走着就想 不对 我学慈心三味的 就是专门修慈悲心的 现在看到众生 有这样的苦难 我却见识不救 与我修的法门不相应 不行 回去 回来 要想啊 帮他吸 可是没走进一步 那个恶臭的味道 把他逼回来 实在受不了 退回来 退回来之后走了几步 又想 不行 这样反复好多次 最后一次 下定决心 反正没人看到 于是咬紧牙关 捂着鼻子走上去 那狗很听话 乖乖站在那里 等着他来 他犹豫了半天 狗也没走 就勉强抱上去 用自己的嘴巴去吸 狗肚子上那个笼包 吸了一口 真的想吐啊 实在忍不过 但是想一口吸了 接着再吸 结果再吸下去 忽然啊 一股奇妙的香味 妙香扑鼻 这个感觉也不一样了 手里面抱的感觉 也不一样了 因为他专心吸啊 没有注意这个变化 再睁开眼睛 抬头一看 不对了 他正抱着 弥勒菩萨肚子在吸的 这一下子 弥勒菩萨现成了 看到弥勒菩萨了 慈心三昧修成了 弥勒菩萨给他印证 见到菩萨之后啊 这个无助菩萨 就有点委屈啊 就像弥勒菩萨诉苦啊 说菩萨 你这么慈悲 为什么不早一点现身啊 一直让我等到现在 还用这种方法 才让我见到 这是不是有点太折磨我了 弥勒菩萨就说了 那你不能怪我 从你第一天进山起 我就一直在你身边 谁让你的慈悲心 最终都没发出来呢 因为你修慈心三昧 慈心三昧 是大慈悲心 要彻底流露 这个三昧才成就啊 你这个慈悲心进进退退 无法成就三昧 你怎么能见到我呢 我就是在你身边 你也见不到 前面的种种视线 都是弥勒菩萨 那么弥勒菩萨讲了这个话 无助菩萨不大相信 说还有菩萨在眼前 不认识的道理吗 弥勒菩萨就说了 你如果不信 做个试验 做什么试验呢 弥勒菩萨就说了 现在呢 你下山去 我跟着你去 看有没有人认识我 于是弥勒菩萨就坐在 无助菩萨的肩膀上 跟着他一起下山 下山遇到一个人 无助菩萨就问 我先把他坐着弥勒菩萨 有没有看到啊 他说没看到 神经病 哪里有人啊 走了 遇到第二个 又问 有没有看到 没有 再遇到一个说 有没有看到啊 他说一条死狗而已 哪有什么弥勒菩萨 每个人看到不一样 看到死狗的还只有一个人 为什么 看到弥勒菩萨 陷了个狗的像 看不到弥勒菩萨真身 什么缘故 就像无助菩萨 以前一样 没有慈悲心 弥勒菩萨明明坐在肩膀上 看不到 没有佛心 就是没有像此地说 没有自信阿弥陀佛的流露 所以这个典故啊 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我们在生活中 譬如常常听到这些开示 印竹教我们 看一切人都是菩萨 我们怎么看 怎么都不像 别说一个凡夫 不像 就是真菩萨在我们面前 我们照样看不像 我们总会认为 菩萨一定是高高在上的 一定是头戴宝冠 身披阴落 最好手上拿个镜瓶 这样才叫菩萨 观世音菩萨摇身一变 出现在我们生活中 我们真的 打死也不承认 就是我们这颗心啊 没有办法 转变过来 在这种情况下 真的是 佛在面前 菩萨在身边 见不到 那么现在 此地说的 先了 先悟 就是先转我们的心态 心转过来了 这个时候再回想一下 像佛印禅师 看苏东坡 是佛 佛印禅师佛心 苏东坡看佛印禅师 牛粪 他心吃牛粪 只因迷雾 这不同 没有圣反的差别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 去体会 就知道 这都是在教我们自己 去改变 去修心的 而不是说外面的境界 真的 我们马上看到金碧辉华 看到清净大海中菩萨 当然这样的现象有 但对我们现前来讲 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 是主要的 这是把前面的开始 做一个总结 下面 这是回想 上来起见 三十系列敬业道场 今当第一时 佛事已圆 如上书勋 投入弥陀 大院海中 专为亡灵 求生净土 这第一时的信念 到这个地方 基本上就快圆满了 所以 做回想 因为这个法式 是专门超度亡灵的 所以 修习的功勋 功勋就是我们说的功德 这种殊胜的功德 投入弥陀 大院海中 这个功德 要借助弥陀 愿力的加持 来接引亡灵 到极乐世界去 那么这个地方 有人会问 我们做三十系列 超见这些亡灵 这些亡灵 是不是真的 会往生净土呢 我们是忠心的希望 每个都往生 不但这些亡灵往生 我们也往生 这是最好的 但问题是 众生机缘不相同 虽然阿弥陀佛 有愿 接引一切众生往生 可是众生机缘 迟早不一样 所以 不能保证 这一堂法式 所有亡灵 肯定都能往生 这要看 参与这个大会的 很多因素 譬如说 这一次法会 大家都很诚心 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条件 我们主法的大和尚 很虔诚在做 参与的轻重 也都是很认真在念诵 那么这些亡灵 他受感动 他也来参与 在参与的过程中 听到这些开示 他多少能明了 能认识到 能深信 发愿 主动念佛 那么 往生的几率 就非常高 假如 这些因素 都打了折扣 参加的人 随随便便 那么这些亡灵 来了一看 他们开玩笑的 我们也来玩玩而已 那么这样一来 感应就很难形成 但不会白做 就是说 这个法师不会白做 只要有多少诚意 都不会白做 回想给他 他会得到一些受用 比如说 可以改变他生活的现状 可以到善道去 这都是可能的 如果要讲到 帮他往生的话 那是需要很多因素 但是在回想的时候 我们是真心希望 每一个亡灵 都能够 蒙佛皆也 往生净土 如果这个众生 就是这个亡灵 他很执着 他不愿意往生 那么 佛也不会勉强他 这就是说 这不是绝对的 但我们可以安心 这个法师座 对这些亡灵 是绝对有好处 这一点是肯定的 这是把这一堂法事 在开示的时候 做一个回想 就是这一堂功德 全部回向亡灵 愿他们都能造成净土 下面再继续 为我们做开示 淡念 自从无始 弃至今生 一念伪真 六根足望 随情照业 众我为非 深夜 则杀到邪淫 口过 则妄言其余 两舌恶口 义恶 则长期贪嗔 深圣慈爱 有之三夜 勾所望远 唱鼓鼓于陈老 但茫茫于岁月 欲使出离 为品忏悔 熏秀之力 并言而彼义舌深意之过谦 应念顿消 使色胜香味触法之浮沉 及时清净 那么这一段开示 也是对我们 在生活中的修学 有实际帮助的 淡念 我们反省一下 自从无始 无始 过去生中 想不到就不说了 这一生 这一生到现在 我们 的确造了不少意 以念为真 我们是念念为真 就是说 我们现在 用的是妄心 违背了真心 因此 我们这个六根 六根本身 并没有坏处 我们现在是把它错用 阻望 就是眼见色 耳闻声 鼻袖香 舌仓位 六根 接触外面 六成境界 随情造业 对这一些 虚妄的境界 产生了执着 在里面 造作种种 恶业 众我 为非 这个我 是我们执着的 那个我界 这是迷了之后 才有的 造什么业呢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都很熟悉了 这些经文 闭着眼镜 都能背出来好多 深夜 杀到鞋 口过 妄言其语 两十恶口 几乎每一步经上 多多少少 都会 说一次两次 那么一夜呢 就是贪嗔痴 总起来 十恶夜 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六根接触外面 六成境界 多半是在造恶业 这些恶业 说得很具体 如此一来 真的是埋没在尘牢之中 鼓鼓啊 就是流转 埋没的意思 在尘牢 烦恼之中 我们的真心本性 被迷失了 但茫茫于岁月呢 就是我们这样过生活 这个日子 过得真的 很冤枉 我们可以想想 从小到大到现在 这一生 虽然还没一生 古迹也差不多了 有人说很年轻呢 说不准啊 人命无常 古人常常提醒修行人 这古大德常常说的 修行人 每一天 都应该做最后下 因为说不准 哪一天 真的就是最后啊 那我们想一想 这一生几十年 我们身余一山业 造了多少恶意 在这些 有限的光阴中 我们都做了这些事情 有意义吗 很多人常常这样感叹 哎呀 假如人生 让我重来一次 我肯定不会 怎样怎样 好像没有重来的 岁月虚度 到最后啊 能觉悟还算不错了 怕就怕 到死都不觉悟 这个 是最惨的 遇事处理 微凭忏悔 熏休之力 那么现在我们认识到了 都不算迟 虽然过了几十年 不迟 我们查